哈嘍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Alpha 很高兴跟大家见面了 昨天也是在油管频道中突破1000的用户 那也是非常的感谢各位 那么今天我们来讲的是一期财富密码 可以认真听取啊这一期 通过零成本的质押行为来获取一定的收益 那么BITAN很高兴宣布 BITAN LaunchPort上的第42个项目 SleepLess AI 它是怎么样的平台 它是一个web三架AI的游戏平台 早先的话其实在启动前24个小时内的话 都是可以使用的 用户可以用户能做什么呢 用户可以将其BNB FDUSD PUSD 放入单独的持终 那么在7天内种植AI代币 种植的它其实是从昨天 也就是12月28日0.00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那么上线的这一个SleepLess AI 并开放这种交易队啊 代币的总供应量的话也是有10亿枚的AI 那么LaunchPort的代币的奖励是总量的7% 也就是7000万枚 我们这边都可以看到 那么这边有实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详情啊 新的比较AI 这个不得了啊 AI AI 呃我们大家一直会说的I 那么也就是AI的拼 想想的话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 这也是一个梗啊之前的 早先的时候是一个梗 那么下面是依照惯例 BNI给出的研究报告 以及它的智能合约的详情啊 那么每个人每个小时的硬上线的话是 那我们可以看到BNB尺中的话是 33333.33AI 那么FDUSD尺中的话是4166.66AI 那么TUSDD尺中的话也是跟FDUSD尺中是一样的硬上线 那么这个硬点是什么意思呢 就这个硬上线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有足够多的钱 但是它也会有一个上限 再多的BNB 你每个小时也最多至多且只能获得 当前的这个数字 也就是比如说BNB尺 BNB当中的话是33333.33个AI 那么这个做的目的是什么 它避免一些聚金啊 就是在这里面然后把所有的这个币全部挖走 那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公平的 每个人都有一个上限值 下面的话就是关于一些挖矿的支持的吃的一些情况 那么这边也可以看一下 相信的话也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它的一些项目链接 比如说网站啊 白皮书啊 推特和discord 它有可能有种类似的 那么 SleeperLess AI 我们刚刚有说了 它是web3加AI的就是 伴侣平台 我们也可以直接看到它的一些 像报告上 当人工智能遇见情感 也就是其实当AI遇到爱 翻译成的话就是当那个AI 然后遇到爱 情感吧 就是爱 它是一个伴侣游戏平台 其目的是利用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 为游戏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创新 那么这边也提到的 Him Haner 它其实是两部电影 那么也是将成为SleeperLess AI 推出了两款首款游戏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电影 它是一部关于 两部应该都是关于人工智能的 有一些可能就是相对来说 下面的一些关键指标代币的分配啊 然后一些代币的发行时间 以及这个所有关于这个项目社区的链接啊 地址啊 推特等 那很多小伙伴现在看到这些的话 他会说 那怎么参与呢 那这 这是官网的页面 我们也可以直接去看一下这样的一个页面 嗯 比较酷啊 是挺酷的 那么 很像是我之前玩的一些 就是可能类似于开放型世界类的游戏 比如说像原神啊这种类似的 动画风很像 当然我 没有玩过 我也不知道是怎样一个玩法 那么这是官方的这个宣传片 那今天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因为不是我们主要的重点 那首先我们打开这样的一个页面 那么在刚刚结束的一期的话 它是41期哦 那么41期的话是NFP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最新的一期AI 那么它距离挖币的时间 还剩下五天16个小时的31分 我们可以就是打开这一个页面 然后选择我们要存入的代币 那么在开始之前的话 它会连接小胡钱包 或者是OK X钱包 或者是其他钱包 大家记得要去连接 连接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 点开我们要质押的币种 然后我们这样会打开这样的一个页面 然后选择我们的存入 那么目前这个 因为今天是一个测试的信号 所以就不给大家演示怎么去存入进去 因为它下面它不会出现这样立即认证 它会直接出现你要质押多少的BNB 如果你是TUSD的话 它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是FDUSD的话也是一样 它会问你 你今天要存入多少 一般是最大 那我后面会讲一下 你可以把它设置成最大 因为它不会影响你 然后从点击存入开始 然后到明天早上八点钟呢 那么每个小时都会有奖励 可以进入到你的账户 那同样这次的话也是七天的挖矿 总共的收益应该相对来说非常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BNB 现状 那么打开这样的一个曲线图 我发现它在今天已经飙到了321.2美元 那当然是有在实施变动啊 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因为市场是实施性的 总体的上涨幅度是在19.7%这样子 那最高点的话是达到332.31 也就差不多也就332美金 就美金一美了 那这个呢和最近挖矿的活动有关系 很多人用USDT去换BNB 那在BNB的奖励当中 同样等值美金的BNB FDUSD相比 这个BNB的矿池呢 收益也会相对来说稍大一些 那现在呢 我还是不太建议大家 因为挖矿去FOMO这个BNB 因为我认为 现在的BNB短期是一个高点 如果你手上持有BNB的话 那你是可以把它放在这个BNB矿池里面的 然后去挖Sleepless AI 这个代表 因为这其实是相当于是白送给你的 如果你手上还有USDT 你可以将它换成FDUSD 投入到这一个FDUSD的矿池当中 那也就是投入到这里 矿池当中 我说过了 直接点投入就好 因为它这里会有选项的 非常就简单 而且你只要一登录这个页面 你就知道怎么样操作了 很简单 那么同样这个链接 我会分享在视频的下方 那前提也是 就是你本身交易所的账户里面 就存有USDT 那准备要做其他操作的 那你可以在这个7天的时间内呢 可以将它投入到 这样一个新币挖矿的活动当中 那我这边补充一点 如果是持有BNB进行挖矿的话 上一周我有朋友 他有可能大概是在300美金的收益 但是他也沉跌了这个币价下跌的风险 前一个前一周呢 我觉得对他来说应该是比较意外的惊喜 那BNB从12月20日开始也有 也有接近20%的涨幅 那也就是说他不但享受了 BNB在上一个新币挖矿项目当中的 呃全部收益 而且还享受了BNB 在这个7天内上涨了20%的这样的一个收益 但是不代表后面 不代表后面就后面后面7天 也就是他可能活动就这个结束 或者大概这样一个区间时间范围内 这个BNB还会上涨 大家都没有办法去 呃有这样一个判断力啊 做不到的 不知道后面有没有可能就是继续会上涨 也有可能会下跌 或者他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个回调的可能性啊 如果是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那有可能你的挖矿的收益 也许抵不上BNB本身下降的亏损 那这个就是一个风险了 大家要考虑清楚 个人观点 呃目前BNB 目前BN密集的上限新币挖矿 导致BNB的持有收益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相信如果后面币 再持续的去发这个新币的话 它的价值 BNB的价值还是会不断的被推高的 我仅仅只是个人观点 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而且现在应该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比较高的点 那么在上一个最高点 美金的时间应该是在 六个月之前了吧 应该在六月份左右 那很有可能在这个七天之后 由于挖矿周期的结束 也就是由于我们今天可能 这个结束了 这个活动结束了 很有可能会对BNB产生一个抛压 那同样 你挖取的奖励在哪里呢 这边 带领取的奖励 这里都会有的 这里都会有体现的 你只要去存入的话 那么在第二天的每个小时的时候 都会有一定的收入 AI 那么领取完之后的话 它其实是直接就存入到你的账户当中的 所以也不用担心 它直接是在你的账户当中有所体现的 那么 视频后的话 我也会反复可以出 当时的AI的价值是多少 那回答大多数人的一个问题就是 那这个挖矿呢 它并不会消耗我们的BNB和FDUSD 或者是TUSD都不会去损耗 那我们随机就切换到这样一个页面上 避免大家可能看的有点累了 然后这边 它只存入的质押的代币 那么质押的这个代币 那么这个代币呢 将会在挖矿结束之后自动返还 原分不动的返还到我们的现货账户里面 所以说今天介绍的这个挖矿是没有成本的 当然你也可以随时想要终止 就你可以停止 那么终止挖矿的时候 你也可以点击这个赎回 那么随时可以将你质押在里面的FDUSD 或者是BNB 或者是TUSD 直接赎回到你的现货账户里面 这也就是区别于我们所说的 我之前也有去看过很多新的一些可能比较诈骗的了 质押的项目 正常的一个那么质押挖矿 或者是其他一些活动 它都不会强制的锁定你的资金 或者说有任何的限制条件 但一旦有人跟你讲 你质押的这些代币出了什么问题 要被锁住了 你要投入更多的这个资金才能解锁 这一定就是个骗局 一定一定就是个骗局 那实际别这种骗局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头部交易所里面参与的launch point launch point 也就是在这一个池里面 池压池里面 池币的这种新币挖矿活动 是不需要将你的资金离开你的交易所 然后开你的钱包账户的 所以说不存在授权 那今天我们也看到 我没有从头到尾没有授权过 那唯一授权的是什么 登陆 登陆在这里面 这是币安 这是币安的那个网站 唯一做的操作就是 登陆啊 或者说 转移到另外一个智能合约里面 这种情况都是不会出现的 那我今天这些所有视频影片的内容啊 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的 仅仅是我个人在区块链方面 学习的一个记录和分享 那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我们今天也非常详细的给大家看了怎么挖矿 然后怎么去领取我们的奖励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也非常感谢你给我一个点赞 如果能够点赞评论的话 也对我日后出一些会非常非常的激励作用 你们的评论的话我也会实时去看 然后实时去更改 那么当然今天的视频如果有哪些可能讲的不太仔细的地方 或者是仍然不太清楚的地方 你也可以在视频的留言处 然后问我 我会直接以 如果我看到之后我会第一时间跟你互动 然后我会再次详细的告诉你 然后如何去这样去做 或者是你想得到你怎样的一个奖励 那我都会耐心的去告诉你怎样去获得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那么本期的加密阿法节目到此为止 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那么今天也是29号了 新的一年也就在不远处了 也祝愿大家在2024年的话 能够不求就是一夜暴富 但是可以持续的财富增长 当然一夜暴富也很好 每个人做我们都想 我也想 OK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